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今天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修訂了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 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 直選議席就從現在的35席 降到將來剩20席 受影響的其實就不單止是泛民 反而來說對於傳統建制派的打擊更加厲害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今天下午 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就召開了一次聯合記者會 在會上他們當然就是要爭著表忠 說支持人大這次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但是看見他們都目無表情似乎沒有流露出什麼喜悅的情緒 當然可能是戴了口罩看不到 但是 其實這次將直選 從35席降到只有20席 對傳統建制派的打擊 都是相當大的 對於泛民來說 本來他們能不能夠入閘 都已經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一來現在又增設了一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凡是上面不認可的候選人 相信就沒有辦法參選 第二 現在又增設了一個提名條件 如果要參選立法會的話 就必須要取得選委會裡面 五個界別的提名 每個界別最少要有兩至四名的選委提名 所以來講 如果拿不到這些提名的話 亦都不能入閘 但是林鄭今天提到 說人大政協 不會全面來封殺民主派拿提名 換言之 部分 所謂溫和民主派 或者願意跪下 配合演這場一國兩制大戲的泛民 相信能夠入閘的機會也不低 比如說 之前鄭松泰不參加這個所謂泛民總辭 都得到了港澳辦的認可 如果這傢伙 想競逐連任的話 相信 拿到提名的難度 就不大 除了鄭松泰之外 亦都有部分所謂的溫和民主派 就已經蠢蠢欲動 比如說民主黨主席羅建熙就說到 希望有更多的時間跟黨友討論 現階段是未有最終定案 即是他沒有為參選落閘 另外 民主黨的中委兼港島東區區議員蘇日恆就說 只要立法會還有政治空間 民主黨就應該要去參選 那個意見就已經相當明顯了 當然 可能有部分民主黨員 他們不想參選 但是起碼有這種聲音 是在民主黨裡面存在的 所以 將來會不會完全沒有這些 泛民去參選 去趁呢 我認為是不會的 一定有人想做的 要做的時候 他就要進去趁 要趁的時候 那你就要看看到底別人認不認可你 別人認可你認為你沒有殺傷力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提名 所以 你說將來 泛民或者民主派有沒有機會還能入閘 一定是會有的 也有這些人 是想去參選的 如果這些人是存在的時候 對於傳統建制派在地區直選來說 就是一個很大的警號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地區直選 從35席降到20席 而且20席分佈在10個小選區 將會用所謂的商議席單票 按照現時的 投票的結果 分析 大概來說 泛民佔55%的選票 建制派佔45%的選票 如果這個比例大概 大概將來也是差不多的時候 傳統建制派就只能夠最多拿到10個議席 目前 35席的直選裡面 建制派就拿了17個位 如果由17個位降到10個位 那就一定是會爭崩頭 起碼來說有部分人就要轉界別 他們就不能夠在地區直選那邊爭 可能又要轉功能界別 甚至乎是轉選委會的界別 但是選委會的界別 會不會預算這班傳統建制派去玩呢 還是其實是預算給紫荊黨來參加呢 就算預算了傳統建制派 他們又能不能夠包覽40個議席呢 還是要給紫荊黨來溝淡呢 其實傳統建制派都面臨著一定程度的不明朗因素 因為目前你說到底 那些議席怎麼產生 產生辦法是未出台的 再加上之前 田飛龍就已經是批判有部分的建制派是忠誠的廢物 在立法會裡面做橡皮圖章 究竟是不是意味著 連建制派本身都會大洗牌大換血呢 我認為這個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紫荊黨的發言人黃秋智 在這個月中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已經說到 一旦改變選舉制度 將會是溝淡了現有的建制派 那麼這件事情到底會不會 真的像他所說的一語成參呢 不是沒有機會的 所以那些傳統建制派 你看見他們今天的表情 都沒有很慶高采烈的 可能真的反映了他們的真實情緒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這個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今天說了什麼 他就說 很感謝人大為香港做了那麼多工作 改造香港的議會 他就認為改組之後的議會 可以吸納更多界別的人才 不知道人才還是容才還是廢才 他說希望日後反對的聲音 可以成為忠誠的反對派 那什麼叫忠誠的反對派 葉劉強調 最重要是要接受和遵守憲制 他說過去的泛民都有機會 不過他們是不願意的 他們連中聯辦都不敢入 那不是 民主黨那幫人就曾經入過中聯辦 還有一件事就是 按照葉劉所說的忠誠的反對派的意思 似乎不是這個意思 紫荊黨的黃秋智曾經這樣評論過建制派 他質疑 建制派去扮演得樣子的反對派 那到底是不是有腦子去反對呢 還是反對是為了等到 中國看到你是在扮反對派呢 人家真的說得很重 那你這些真是 虛有其表 你怎麼忠誠的反對派呢 唉真是 不過葉劉現在經常走出來說這些說話 走去刷鞋 近來他就已經得了很多分 又說要抵制Burberry 一會兒又在公眾場合那裡 看到有台灣的代表亂說 他又離場 好了 他這段時間就得了很多分數 不知道他是不是又想博 更上一層樓 不過他已經是七張東西 當然他就最後一擊 如果2022年都不行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是 這輩子都沒有機會 可能他就在駁這個機會 所以這段時間他就 很頻密地在這裡 下刷鞋 不過我猜他的機會都是低一點 輪都沒有輪到他 好了接著我們又再說一下林鄭 今天就義氣風發 他在記者會上就這樣說 他說把民主派等同不愛國 是對於他們非常不公道 無論是過去 現在或者將來 都有民主派人士是愛國者 不會因為民主 就不愛國 相信選委會五大界別的選委 只會尋求提名的人是愛國者 只要沒有做過危害國家安全 勾結外國勢力的事 有理念想服務市民 都能夠取得第五界別選委的提名 林鄭還說 如果你不相信他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問一下港區政協或者人大代表 他們會不會用一個封殺式的方法 當見到民主派的人 就一定不給他提名票 林鄭就說相信不會 他說這件事都是多餘的 就算會他也不會跟你說 還有就是 他不需要封殺的 他一定會留一些人進去的 他不會全部不讓他選的 一定有些人 會走進去幫忙演戲的 他沒有所謂的各取所需 想選那幫民主派 如果選得中的話 他又有份優差可以做 新高良準 至於大陸 他也樂於看到有些人走出來做所謂的忠誠的反對派 這樣就可以 符合得到為大陸聲稱的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條件 真的有些所謂的民主選舉產生出來的 忠誠的反對派演員 所以無論如何都會有些聲稱自己是民主派的人 是可以進入閘的 不過究竟這些所謂的民主派 和市民想像中的民主派 是不是同一回事呢 這就另作別論了 接下來我們又去看看 林鄭 他似乎超前部署 在Facebook上戰狼上身 他說 多年以來在香港興風作浪 利用代理人擾亂香港的外國反華勢力 肯定又會聯合一些所謂的國際戰線 動員一些所謂的人權組織 抹黑中央大吵大鬧 他就說會和團隊 除了會在本地進行公眾解說 也會駁斥相關海外組織和政客的貿誤 他還奉勸 他們與其去 違反國際法干預中國的內部事務 不如好好關心他們自己國家的社會暴力 種族歧視 性侵婦女 以及 疫情肆虐等的人權問題 林鄭又再發揮他好打得的本色 簡直跟戰狼上身一樣 別人都未出聲 他就已經先駁斥了 得到別人真的出聲的時候 他就說 肯定是會駁斥那些海外組織和政客的貿誤 那麼上心 不知道是不是想駁斥競逐連任特首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